越南首条捷运吉林河东县 启用至今两个多月 搭乘人次突破百万 有民众认为搭乘捷运的表现差强人意 一推旧的河内市民陈明珠认为 虽然搭乘捷运非常方便 但目前全河内市只有一条捷运线 一旦搭乘捷运就得走一段较远的路 才能抵达目的地 民众需要时间接受新的交通工具 根据统计和内市总人口数约800万 有将近600万辆的摩托车 及60万辆汽车 尽管工车系统有约140条路线 也仅能满足全市31%的交通需求 民众日常生活带不工具 高度仰赖银托车 不过也有市民刚好住捷运站对面 进来以改搭乘捷运上早安 原本可容纳100多人 但临工时段每趟列车载客数常常不到百人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在疫情期间这样的人次刚好满足乘客保持适当距离 比起挤公车舒适很多 河内市副市长阮孟泉指出 近来COVID-19疫情升温 搭乘人次减少 但购买计票人数逐步增加 估计在学校恢复实体课后 应该会更多人搭乘 而河内市计划到2030年 会有10条捷运线 总长达417公里 中央设计员陈嘉伦河内报道